本次视频介绍预约盒的使用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两个程序 此处我们创建的是 J3和J4两个程序 程序创建完之后点击参数 选择预约设置 此处选择预约模式 修改为0 0号我们选择J3程序 0号对应的是预约盒1号 1号选择J4程序 1号对应的是预约盒2号 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选择自动模式 长按右上角的预约按钮3秒 3秒后松开 灯会变为绿色 装好弓箭之后 装好弓箭之后 长按预约盒1号按钮3秒 灯亮 机器人开始执行程序 按预约盒2号按钮 此时预约盒2号的按钮闪烁 机器人将会等待预约盒1号的程序结束之后 启动预约盒2号的程序 此时预约盒2号的程序 预约盒2号的灯将会变成持续量 以此类推反复循环使用 若需要机器人暂停工作 则点击预约盒上的红色暂停按钮 若要机器人继续工作 则点击视觉信上的继续按钮 若要结束整个预约程序 则点击视觉信上的finish按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程序的演示过程 首先长按预约盒1号按钮 灯亮 机器人开始执行程序 长按预约盒2号按钮 灯闪烁 等待预约盒1号按钮的程序结束之后 执行预约盒2号的程序 开始执行预约盒2号的程序 预约盒2号的灯开始 变为持续量 以此类推反复循环使用 若要机器人暂停工作 则点击预约盒上的红色暂停按钮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添加预约盒 云华预约盒 有两个按钮分别为绿色启动按钮 红色暂停按钮和一个指示灯 有五根线 有五根线分别为蓝色指示灯线 棕色启动线 黑色暂停线 花色接地线 以及灰色为24幅线 其中启动和暂停为输入信号 指示灯为输出信号 蓝色指示灯线 接在输出端子上 此处我们接在Y7端子上 棕色为启动线 接在输入端子上 此处我们接在X15上 黑色暂停线 与预约盒1号和2号线并连 此处我们接在X9上 灰色24幅 显和花色接地线 接在开关电源上 接线完毕 接下来我们在视觉器上 进行相关的设置 首先进入IO设定 点击UVW 查看系统中已有的 预约相关的软编号 选择DI 这里730-749 共有20组 预约启动的输入软编号 其中730-730-731 为已有的预约启动输入软编号 此处我们设置732为新的启动输入软编号 选择DO 同样730-749 共有20组预约指示灯的输出软编号 730-731为已有的预约指示灯的输出软编号 因此这里我们选择732为新增的预约指示灯的输出软编号 回到IO设定 选择DI 选择EtherDI 由于我们只是灯线接在X15上 因此IN编号为15 我们修改相应的软编号为732 这里描述中会有提示为预约输入 选择IDO 选择EtherDI 因为我们的指示灯线接在Y7端子上 因此我们的硬编号为7 修改相应的软编号732 描述中 同样会有提示为预约输出 点击更新 设置完毕后 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 同样重复之前预约使用的步骤 点击参数 点击预约设定 在2号中加入一个新键的程序 这里我们选拨 这里我们选择沟舞 随后继续执行预约的模式即可